金家好媳妇,黄少其含语身是谜宝光,君林脸有望修成正果。 三立台湾台八点台剧金家好媳妇自播出后剧情精彩不断,受网友热烈讨论,昨晚6日,无限收视3.35,优限收视更高达4.22,近170万人观看,其中收视最高点落在林千玉,是林明月, 被先锋当年暗杠足产两千万的真相,被众人大骂,而这一幕林千玉被所有人指责的画面,也被网友称赞当代的恩怨当代自己解,没有牵连到下一代。 剧情发展至今,都受到网友高度讨论,其中消失的两千万更让大家讨论不绝,终于在林立方,使今有才,恢复记忆后,想到原来当年就是林千玉暗杠, 没想到实情一出,林千玉被众人指责,更与老公下径庭起争执,让网友大喊终于看到恶人有恶报,看得很过瘾,也开始猜测接下来有报应的会不会是指林妈刘美玲,是罗书云。 另一方面,黄少奇,是金燕君,与韩宇,是陈芷林,不是亲兄妹的关系,两人接下来的恋情发展,让网友都很好奇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让两人得知实情。 而黄少奇先前到新加坡出席商演,回来后特别带伴手里绿蛋糕给韩瑜,让韩瑜在脸书PO文说,少奇哥一听到我在台湾嗨嗨叫他们去新加坡逍遥的时,一回来立马请助理快递绿蛋糕堵我的嘴, 软燕君心里还是有指林的啦,两人有趣的对话,更让网友们纷纷提他们跟编剧喊话,快让两人知道真相,不要再虐他们了啦,快还我们军林CP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